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很開心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藉著上帝的話 我們一起共同來領袖 與上帝與我們同在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上帝 祢教導我們 在這個世界上 就成為祢的光 主 我們有時候不知道怎麼樣去展現 甚至有時候 撒旦也會輕易的把我們的心給奪去 因此主就求主祢幫助我們 祢照亮我們 讓我們真的在祢的光中 並且在這個世界上成為祢所示 世上的光 我們在這裡獻上感謝祷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們今天所讀到 所要一起讀的經節 是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節到十六節 耶穌這樣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 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我在上一次聯合團祭的茶情辦裡面 我們有讀到馬可福音第五章的地方 馬可福音第五章是一個非常長篇的敘事 正在講耶穌去到格拉森 醫治了一位身上有群鬼的一個人 然後他又回到加利利來 他醫治了血肉的婦人 以及一個已經死亡的十二十二歲的小女孩的故事 但是在那個經節裡面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在茶經辦的歷程當中 就有人提出來 很奇怪喔 在格拉森的時候 主耶穌禁止那個人跟隨他 並且拆他 就在當地去分享 去見證上帝的名 反倒當耶穌回到加利利的時候 他醫治了那個小女孩 之後 他卻奄奄的告訴別人說 不要張揚 那為什麼耶穌在這兩個地方 他都呈現出不同的反應呢? 事實上當我們今天讀到這段經節 這段經節剛剛好正在說明 耶穌在這裡所要表達的事情 耶穌不是要我們去張揚 主耶穌從來沒有要我們刻意去張揚 我們的好行為 以及刻意去張揚我們多盡錢 事實上在這段經節 馬太福音第五章之後 這一個馬太福音第五章 神學家稱為登山寶訓 在這個登山寶訓的內容當中 主耶穌就有曾經指責這些法利塞人 他們故意讓別人看見他們的敬虔 因此他們故意站在這個街頭的大聲禱告 他們故意的把他們的那個經文夹 弄得又長又大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目的是要讓別人看見 哦!這個人是奪了盡錢而來稱讚他 主耶穌嚴的在禁止這樣的事情 甚至他多次的告訴他的門徒 你們不要張揚 然而在這裡會不會跟主耶穌所說的話 有所違背呢? 因為主耶穌在這裡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 曾照在身上是不能隱藏的 最後他這樣說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主耶穌在這裡正在說明一件事情 當人真正成為上帝的光 願意做出回應上帝的事情 那樣的事 他就是照亮在人前 我們自然而然的在上帝的面前 好好謹慎的去做出這些好的行為 其實就是光照在別人的心 我們不必去特別張揚 因為特別張揚不是主耶穌愛我們做的 但是當我們如此做的時候 別人就會很自然的去告訴別人說 這個人所做的好 而身為一個基督徒知道 我們所做的好 其實是為著上帝而做的 為著敬畏上帝而做的 願上帝幫助我們 真的能夠更深的明白他的行為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愛的上帝 只有你知道我們 我們軟弱 我們有限 我們無知 但我們願在你的宮中 求主幫助我們 當我們行出各樣的好 那是我們自然而然回應你的樣子 不要讓我們的這些 強奪了你的榮耀 主幫助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該謙虛 該認罪 但是 若有我們做任何的好 主幫助我們 就很自然的展現 不論是在人前或在你面前 我們在祂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面前 阿們 就很期待 走 我們去看